小熊猫宝宝的性别今天揭晓了 旅居五国的中国大熊猫亮亮 5月31号晚上顺利在国家动物园诞下幼崽 这是她和欣欣继2015年和2018年之后诞下的第三胎 亮亮生产完之后一直保护着孩子 不让保育人员靠近 直到今天 台湾半岛野生动物保护及国家公园局 分享了幼崽视频 只见原本冷静的亮亮在孩子被抢了之后 就立刻追赶保育员 但其实保育员只是为了称重 还要检查她的性别 这只小熊猫宝宝也确定了性别是小男孩 保育员检查完之后 马上将小宝宝送回妈妈身旁 由亮亮好好照顾 作为马中建交40周年纪念 星星和亮亮是在2017年5月抵马 展开为期10年的旅居大马生活 如今再迎来结晶 可谓是喜事欲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